休假期天气晴朗 不少人南下墾丁细水 不过就有民众目击到 在国家公园海域 竟然有人直接带走珊瑚石 就算上前劝导 对方还是不听 腾管处就表示 国家公园海洋生物 不能随意抓捕 一旦违规被抓到 开罚3000元 手上拿着一大颗珊瑚石 慢慢走上来 民众好傻眼 这里是墾丁国家公园海域 海洋生物怎么能够拿了就走 看着它在海边那里 它有两个人 本以为劝导有用 珊瑚石最后还是不翼而飞 中秋连假天气晴朗 不少人南下墾丁细水 国家公园海域挤满游客 但玩水归玩水 有人却拿走珊瑚石 甚至抓捕寄居蟹 也大有人在 上次我朋友就是有去致死 出口差点被打 所以就是给他询问的方式 一旦看到游客都会上前劝说 只是如果讲不听 肯管处接货检举 开罚没再客气 海域附近设置公告 根据法规 国家公园海域禁止捕捞鱼类被类 或是寄居蟹 更禁止稻采沙石 或是珊瑚礁石 一旦查货 就是三千元罚还 民众想要留念 拍照片就好 别把他们带走 破坏生态 记者苏世伟 屏东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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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